朝鲜周三表示如果美国不解除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金正恩可能会退出新加坡的峰会 那么部金资学会的专家欧汉龙表示 朝鲜很可能正在试图争取谈判的筹码 前前我们有请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做更多介绍鲍容 那么朝鲜呢周三是出乎意料的取消了这个韩朝的高层会谈 那么朝鲜方面称呢美国韩国近日的联合军演是针对朝鲜的挑衅 金正恩还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证 否则将取消即将到来的某朝首脑峰会 那么此前呢韩国总统文在寅是表示 朝鲜不再以美国的撤军为契合条件 这其实不是朝鲜第一次在外交中展现出反复无常的一面 那么朝鲜在2005年呢承诺放弃核武器和现有计划 那么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朝鲜就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华盛顿呢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 并且同意向朝鲜提供经济的援助 以换取平壤披露和关闭核设施 但是到了12月呢协议破裂 因为朝鲜拒绝批准一个核查其是否遵守协议的一个制度 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欧汉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表示 金正恩不希望让外界觉得他正在把自己的这个核武器拱手交出 朝鲜还担心自己的当方面让步呢可能会让其显得非常软弱 而美国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让步 反而一直在发誓要保持最大的压力 那么因此呢重新要求美国的安全保证 可能是朝鲜在谈判到来前为自己争取筹码的一种策略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朝鲜已经开始讨价还价了 此前他们一直在做让步说他们要和平 并且理解美韩剧眼的必要性 并且愿意讨论去核化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到目前为止 美国一直在强调要实现迅速的完全的去核化 然后再谈其他事宜 现在朝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就是提升国际形象 尤其是金正恩的形象 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讨价还价了 他们又把军演提了出来 用作谈判的筹码 比如如果朝鲜在军演的事情上让步 那么美国也要在其他方面让步 我认为这是朝鲜的谈判策略 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竞争 是的 那么另外也有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是担忧 金正恩此举或许不只是在讨价还价 那么日本的朝日新闻 之前是援引了消失人士的说法 是说这个之前 他们认为是 那么美国是已经要求朝鲜 在六个月内将部分的核弹头 洲际弹导导弹和其他的核材料 运往海外 此前在周三朝鲜的副外相发出了声明 指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提出了利用利比亚的模式 来解决朝鲜的问题 欧汉龙也表示 白宫的这一系列的举动 可能的确会让朝鲜担忧首脑会谈的结果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糟糕的可能性就是 朝鲜的确在试图绕过美国和这个去核化的议题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另一种可能性会更严重 那就是金正恩觉得川普政府不会给他想要的协议 那么首脑会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金正恩可能要说服韩国、中国和俄罗斯 恢复和朝鲜的部分经济往来 并且把美国边缘化 朝鲜多年以来的策略 就是离间美国和韩国、中国、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 美国和日本可能站在一边 韩国站在中间 中国和俄罗斯在另一边 朝鲜可能希望利用这种差异 来恢复一些必要的经济活动 而无需放弃核武器 这种情况更加激进 但是不能排除这一种可能性 不过在朝鲜发出了威胁 让外界担心川经会可能生变之际 美国表示的会继续安排会晤 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首脑会议 是否会按计划召开 但是他也说想继续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好的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保荣的连线报道